现在我们来对刚才那个算法的复杂度做一个界定 纵观刚才的那个算法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线性的递规的过程 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的一个层次上 它至多只会访问一个节点 累计而言也自然的不会超过login的节点 当然我们还会见获的报告出每一个节点的正则子级 所以在每一个节点处 如果它对应的正则子级的那个规模 我们既作为这个v这个节点的rv的话 那么它所需要的时间无非就是1加上rv 我们将所有的那些节点 也就是刚才说的login的节点 所有这些数累积在一起 无非是两部分 一个就是这所有这些r加在一起 那么它最后会得到总体的那个output size r 而这里的这个1累计不过login次 所以它加在一起也不过是login 被前面这个login给屏蔽住了 终于到了可以清点成果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概括一下 至此所介绍的内容 可以总结的说 对于任何的在一维直线上的一系列的n个interval而言 我们总可以将它组织为一颗规模 不超过nlogin的线段数 我们为此也就是这个预处理 这棵树的构造所花费的时间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同样不超过nlogin 在此之后 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的查询的高效性 而这种高效性就体现在 我们每一次的查询 如果从搜索来看所需要的时间成本都是login 而报告的时间是固定的 无非就是刚才的那个r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用segment tree这种数据结构 高效地来求解stabbing query的问题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stabbing query还只是在意味空间中的 不要忘了我们的初心 最开始我们的动机可是要用它来求解r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